醫管局人力推算報告說 短中長期 醫生和普通科護士人手持續短缺 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 有議員關注 可否增加高等院校醫護培訓的設施 有效的方法就是設立第三間醫學院 據我所知 有本地學府有興趣和能力 其中科大的規模、資源、歷史方面都很適合 局長,你有沒有主動出擊現在去到哪一步 醫務衛生局在一年前 已經和一些有興趣相關的大學 很貼切地去商討過不少一次 到目前為止 其實在教育局仍然未收到 任何有關大學一些具體的建議書 第三間醫學院或是新的醫科課程 我們需要的條件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他出來的畢業生一定可以在本地就業 我們希望這個課程有新的修生來源 最主要原因是香港年輕人的數目是這麼多 全部都走去做醫療 其他行業就沒有新力軍了